大家好,我是常雨萍,今天是8月6号 今天上午 早上起来,发现我的手机坏了 不对,是昨天晚上就坏了 我当时以为是没电了,我就冲上了 然后早上起来,发现一点电都没有增加 手机开不了机 我当时还有点急呢 原因就是 我怕我这个老机的客服朋友们联系不到我 还有为我跑路的呢 惹出来很大麻烦 所以今天早上 用了一下 李小波的微信 给台者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帮我 帮我给 马云派出所的 张伟说一声 我现在 联系不上他 结果台者跟我说 人家今天要过来找你呢 你要不就去东湖西门等着吧 但我一直没有去东湖西门 原因是 昨天晚上 李小波说今天要在 西区这边 让我来做一下演员 他 变成导演 为什么呢 因为傅小县 领导好像要到他们公司来检查 我这两天做演员呢 深切的理解到 演员就是活道具的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我今天很配合 过来坐在李小波公司 按照给我的戏份呢 就是如果领导来了 我就在那里假装剪一个片子 然后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但是应该也能上我说话 好在领导也没来 李小波感叹说 哎呀领导真的太辛苦了 当期安排的太满 所以我一直等到 那确认领导不能来的时间 大概已经快十一点了 才走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呢 保姬的宝宝也到了东湖西门 然后就静止到了李小波媳妇 在东湖西门那边开的那个茶馆 因为我之前在那见过她 她们就觉得那个地方是 能找到我 我就拿了李小波的手机 把我的卡装上 去那边见了一下她们 因为她媳妇也在那坐着 她媳妇我不知道她猜出来几分 但是我也没想出去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坐那喝啥也喝得挺好 另外一个好像有点要下雨的趋势 所以我们就在那坐着一会聊了一会天 基本上啥都没说 大概十来分钟吧 张伟跟她同行的一位女警察 之前来过两三次了 然后就走了 看起来她们最近很忙 或者至少对我这个事儿 现在很不重视啊 让我颇为失落 从三个人到两个人 到上周还没来 上周我送过啥忙了嘛 总之 看起来上次做完那个笔录之后 暂时目前还没有反复回来什么东西 但是 但是 今天下午我看那个微信穷的时候 才发现 薛荣明律师啊 这个是朱孝宁律师发出来的信息 薛荣明律师昨天被上午11点钟被带走 然后今天下午才回来 中间昨天晚上还回来 把她的电脑拿走了 那看起来这个事儿还没完 所以 当然我也不知道老薛这个事儿 跟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 但是看着 就是他们还在不断地传唤律师 不知道这个啥时候是个头 所以 我现在也就是问中之别了 人家怎么拿捏 现在也就不多想了 但是看起来 别说 这个一年取保候选期嘛 就是这个事儿 案子未判之前 风险都挺大 即便是判了 你这个政治犯的印章是 确定无一的盖上了 这辈子 额头的那个刺青 你都别想抹去了 所以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情 会影响多久 或者影响的程度有多深 但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 当我开始做律师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我的律师职业 我的人生方向 我的 所有的这些 东西 会跟这个国家如此紧密的 结合起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是 Whatever 你就放马过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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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